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黃珊珊所宣布的 就是要把鄭文燦等於柯文哲 就是名字中間有一個文的話 兩個待遇都要一模一樣 所以我其實是為阿伯捏一把冷汗 我們來看黃珊珊講什麼 他說怎麼對鄭文燦 就怎麼對柯文哲 嚇一跳 因為鄭文燦現在已經起訴了 已經預言了起訴的 而且黃珊珊神預言 而且鄭文燦起訴的罪名不是圖利 鄭文燦起訴的罪名是收賄 桃園地檢署是收賄起訴他 所以如果柯文哲也享有同樣待遇 那可怕 就絕對不是他們只講的 只有圖利而已 怎麼樣會變成收賄 來 再來他講什麼 他說賴清德政治追殺 但是他表示臺北市所有都市計畫 都是依法規進行變更 審議都委會審議結果一切合法 如果有人謀不張 那就依法辦理 那果然現在就是在人謀不張 依法辦理 結果這個黃珊珊 我想他可能還是在不同的人格當中 相當的掙扎 一方面需要護阿伯 因為他要護住自己的立委的位置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沒辦法完全消除法律人的性格 就是我們看到金華城這案子 一定都怪怪的 覺得怪怪的 尤其是像黃珊珊這種多年擔任 臺北市議員 他一定沒看過類似案子 所以會不小心漏線 有人謀不張 如果人謀不張 就依法辦理 所以現在北檢其實是按照黃珊珊的呼籲 按照黃珊珊的呼籲 而且他今天還講了 柯文哲願意配合檢方調查 我想說他可能很久在美國都沒看新聞 柯文哲已經不願意配合調查了 怎麼還沒更新 已經不想被提訓了 所以你看到的是在這場造勢裡面 黃珊珊越來越像一個局外人 大家有注意嗎 新聞的重點完全都放在 黃國昌成為了柯文哲的代言人 幫柯文哲傳聖旨 幫柯文哲傳話 幫柯文哲行訴他的內心世界 可是黃珊珊越講越邊緣 你知道其實他是被停權的 照理來講被停權 不應該上台拿麥克風講話 因為他是哪位 可是他昨天排的棒次比較前面 因為是珊珊館長黃國昌才陳佩琦 所以他排在館長前面 我本來以為他會在壓軸 跟黃國昌一起 因為他停權 願意給他來 已經是給他一個天大的面子 但是因為他越來越邊緣 所以只能在暖場 另外一個重點 今天有新的人物了 是誰呢 好 請教益川哥 今天上午突然 戴宇文跟周宇修現身在北基站 現在查著查哇哇 已經要挖到眾望基金會的金流了嗎 因為周宇修 戴宇文 這些人因為他們身份多重 隨著時間走的演變 他們領的薪水 做的工作的內容 為武重疊 然後有些是前後的關係 譬如說戴宇文 戴宇文從台北市長的 這個就柯文的台北市長任內的這個秘書 機要下來之後 當然就跟著柯文哲 可是他領的薪水 應該是眾望基金會 對 因為很多眾望基金會的活動都看到他 可是選舉的時候 他好像又有領了競選總部的薪水 那周宇修也是 周宇修原來也是什麼社會 好像是社會局的局長 後來跟著柯文哲 那後來失去了膽部 還是他有領什麼樣的薪水 這都牽責到怎樣 他們的薪水是誰付的 第二他們每次在和銷的時候 打桶編 是打到一個 今天出門擠開車 擠回來的時候 是交給基金會 交給協會 交給柯文哲競選總部 交給民眾黨 中央黨部 當然在問這些很瑣碎的事情 只是要確認說 這些帳到底在民眾黨內部的這種 核銷的這種方式 跟李文忠講的 跟李文娟講的 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一樣 還是有一些是核銷到木可 私人的這一個公司 所以今天其實民眾黨 被約的這些人 基本上很多都是現任在民眾黨任職 所以民眾黨當然 如果花一個聲明 他說今天我們的秘書長跟多位黨職 基層黨公遭到檢料約談一事 我們說明如下 他說大規模的約談究竟所謂何事 本黨無從得知更多細節 這樣就好了 其實民眾黨發到這裡就好了 下方又說什麼 下方說最近為什麼有七月老闆被約談 前幕僚被約談 七月老闆被約談關你們什麼事 很怕金流要被斷了 七月老闆被約談跟民眾黨什麼事 前幕僚 前幕僚如果是四五幕僚也不關你們的事 黨職人員甚至到基層黨公都不放過 你不是不知道什麼事情嗎 你還講說不能放過 造成風聲和力人人自衛 我覺得今天去約談的這十位 如果都是民眾黨限職前任的這些黨公的話 我覺得這十位有點措手不及 因為他們香港僚僚僚僚僚 如果問了這些東西 他們都據實來講就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他們心裡頭想說 我如果這樣說 然後前後矛盾 就會讓包括廉政署跟檢察官 開始就講說 你說的有一點怪怪 其實這些人我判斷 他們就是基層黨公 不管就是說他們領薪水領多少 他們基層黨公 就是照實講就好了 第二當然我們去看他的什麼 台北大樓 馬上二樓 馬上三樓 然後馬上這個人坐這堆桌 坐那堆桌 他們的人好像看起來 現場的工作人員人很少 可是最近縱望基金會有報 去年的財務報告 給台北市政府 那你報了多少的薪資 報了多少的業務的支出 這些你已經成為官方的 因為之前才說收支好像不太合比例 沒有辦什麼活動 所以這塊要來查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拿錢去辦事 因為你如果我 你如果真的基金會收來的錢 全部都付薪水 主管機關也有意見 你創一個基金會 什麼事情都沒在做 大家都來領薪水 這也怪怪 而且他是歸台北市政府管 因為他是台北市的縱望基金會 所以這整個這個演變下來 第二個 不然另外今天另外一組人 還包括黃錦帽又被找去 之前五百萬交保 現在又再被傳喚了 彭震生也被找去了 這幾個那這幾個人談的 當然就是金華城 所以他們兩個應該是不一樣 一倍是在金華城的事情 另外一倍 可能就是跟我說的 中望基金會 這個新故鄉協會 跟這個木可公司 競選總部跟台灣民眾黨 我看有時候這十幾個人 也搞不清楚 我說我查一下 我好像這個月 我在哪裡 你什麼錢 下個月你什麼想說 我在哪裡 你我看台北的名片 很貼心 我也都不一樣 翻過去翻過來 抬頭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這些 其實據此講 那另外一個線索是這樣 你只要看他的勞健保 勞健保 掛在哪裡就知道 掛在哪裡 那裡是主業 你不能掛在這裡 結果這裡是副業 這當然你就從這裡 也可以找出一些蛛絲環境 不過這些人 現在都還只是 證人 只是要確認李文中 講那些賬 到底合不合理 那我們要請教下阿苗 因為昨天的 大家說很多很多人出來 這個民眾黨的政治明星 都出來了 裡面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黃珊珊 你有什麼標準對待鄭文燦 你就什麼樣標準對待柯文哲 鄭文燦記下是幾天之後 就被起訴了 所以黃珊珊現在是要柯文哲 也直接被起訴的意思嗎 這昨天的活動 我本來不太清楚 主軸是什麼 因為本來一開始以為主軸是 黃國昌要出來反廢死 今日是黃國昌要打臉 昨日是黃國昌 後來好像又緊急改掉 但是館長又出來講這個主題 本來很混亂 後來看到了陳佩席醫師出來之後 我來確定原來他宣布主軸就是司法不公 還我老公 這個是活動的主題 那另外一個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黃珊珊所宣布的 就是要把鄭文燦等於柯文哲 就是名字中間有一個文的話 兩個待遇都要一模一樣 所以我其實是為阿伯捏一把冷汗 我們來看黃珊珊講什麼 他說怎麼對鄭文燦 就怎麼對柯文哲 嚇一跳 因為鄭文燦現在已經起訴了 已經預言了 黃珊珊神預言 而且鄭文燦起訴的罪名 不是圖利 鄭文燦起訴的罪名是收賄 桃園地檢署是收賄起訴他 所以如果柯文哲也想有同樣待遇 那可怕 就絕對不是他們只講的 只有圖利而已 怎麼樣會變成收賄 對 再來他講什麼 他說賴清德政治追殺 但是他表示臺北市所有都市計畫 都是依法規進行變更 審議都委會審議結果一切合法 如果有人謀不張 那就依法辦理 那果然現在就是在人謀不張 依法辦理 結果這個黃珊珊 我想他可能還是在不同的人格 當中相當的掙扎 一方面是需要護阿伯 因為他要護住自己的這個立委的位置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沒辦法完全消除 法律人的性格 就是我們看到金華城 這案子一定都怪怪的 覺得怪怪的 尤其是像黃珊珊這種多年擔任 臺北市議員 他一定沒看過類似案子 所以會不小心露線 有人謀不張 如果人謀不張 就依法辦理 所以現在北檢其實是按照黃珊珊的呼籲 按照黃珊珊的呼籲 而且他今天還講了 柯文哲願意配合檢方調查 我想說他可能在美國都沒看新聞 柯文哲已經不願意配合調查了 怎麼還沒更新 已經不想被提訓了 所以你看到的是 在這場造勢裡面 黃珊珊越來越像局外人 大家有注意嗎 新聞的重點完全都放在 黃國昌成為了柯文哲的代言人 幫柯文哲傳聖旨 幫柯文哲傳話 幫柯文哲形塑他的內心世界 可是黃珊珊越講越邊緣 你知道 其實他是被停權的 照理來講被停權 不應該上台拿麥克風講話 因為他是哪位 可是他昨天排的棒次比較前面 因為是珊珊館長黃國昌才陳佩琦 所以他排在館長前面 我本來以為他會在壓軸 跟黃國昌一起 因為他停權 願意給他來 已經是給他一個天大面子 但是因為他越來越邊緣 所以只能在暖場 暖場的角色 暖場前面 對 就是來講一講 幫大家暖場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白色力量裡面全力的板塊 在這段時間已經慢慢位移了 黃珊珊一來停權 二來去美國玩了一招 回來之後那本帳還沒查好 帳還沒查好 大家記得嗎 我有記得 他工作還沒做完 所以他的這個在台上講這些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只剩下自保 實際上 如果阿伯有事的話 會不會他就沒事呢 所以他昨天就講說 如果八年執政沒問題的話 就不會只在這一屆 我想說黃珊珊是故意的 我們議會裡面 現在已經至少調查三件 所以你看黃珊珊自視聚聚 他沒辦法消除以前 他當台北市議員 那麼久的記憶 自視聚聚 其實他都知道阿伯不會沒事